今集出发去的大湾区城市 在改革开放后急速发展 习近平主席更用奇迹来形容它 近年这个城市向创新经济转型 成为面向世界的创新指导 有一种速度叫深圳速度 在国家政策的大动之下 同香港一何之隔的深圳 由当年的小渔村 发展成今天的大都会 由GDP指得香港七八分之一 到今天已经超越了香港 深圳作为新经济特区 在金融领域具备强劲的竞争力 也重视新能源半导体 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 多个国家高新区 培育了很多创科企业 现在深圳在全球 创新价值链当中 有相当的地位 初创的先进制造业配图 和市场潜力 都吸引了很多的国际创业家 深圳这一片创新科技的乐图 都非常欢迎我们香港人的参与 尤其是十四五规划 定为香港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深圳具有高科技生产能力 而香港就擅长上游的研究 两地合作可以将香港的研究 转化成可以形容的项目 这种模式下 产业链上下游可以深度合作 两地的专业人员都可以过展所长 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把握大湾区的机遇 我们香港人本身的专业知识 高水准的服务和技术 正正是珍贵的软实力 我们一起向深圳出发